大家好,今天我们聊聊白卡七大 美国医疗补助计划Medicay俗称白卡 是一个联邦和州设立的方案 它为低收入和资源有限的人士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 这个计划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相受 它需要经过申请和严格的资格平定 由于很多华人以收现金为主,瞒报收入 所以就存在严重的滥用机构福利现象 在纽约主要有两个机构打击白卡欺诈 一个是州层面的纽约州医疗补助控制单位 一个是纽约市层面的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下设的防范欺诈小组 一般打击医疗服务供应商欺诈的案件主要由州执法机构执行 而个人的收益欺诈主要是由市执法机构和地方检察长来处理 在疫情期间很多拿过失业金的人都被调查了 就是被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下边这个防范欺诈小组调查 那白卡欺诈者伤害的都是穷人 有需要的人和纳税人的利益 造成的是政府资源的浪费 这些欺诈者将面临检方最高的刑罚起诉 白卡欺诈分几种 有医疗机构和供应商受益人等欺诈 资料显示医疗机构和供应商的医疗补助欺诈形式有多种多样 比如说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 申请支付并未提供的医疗服务 多次收取费用 虚构看病次数 有的甚至给刚刚去世的病人提供处方药 给已经去世的人提供医疗服务 甚至还有最最奇怪的是 有的医院给男性病人申报产前护理 在华人社区 牵扯面最广的还是受益人欺诈案件 主要的方式有瞒报家庭收入 财产 冒用他人在纽约市的地址 受益人把自己的白卡借给别人使用 把从白卡里边获得的药品和医疗器材 送人或者转卖 由于华人中很多人都是现金收入 因此在申请白卡的时候 瞒报家庭收入的情况非常普遍 比如之前的一个案例 一对住在布鲁克林的华裔夫妇 被曼哈顿的地检处起诉 起诉书上的材料显示 这对夫妇在申请白卡填表的时候 声称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只有500到1800 而经过纽约市人力资源局防欺诈小组的调查之后 两个人实际上在布鲁克林还有一套房产在出租 同时他们还经营一家小型的咨询公司 为餐馆提供咨询服务 调查人员发现两个人在过去几年 冒领公共医疗补助4.7万美金 于是这对夫妇被要求退还款项 还被控以福利欺诈 伪造文书等罪 另外冒用纽约市的地址进行欺诈 也非常常见 还有一对华人夫妇 实际上他们是住在新泽西 但是却冒用纽约市的一位亲属的地址 来申领纽约市的医疗补助 在五年里申领的补助超过5万1千美元 最后曼哈顿的地检处以三级重窃 二级福利欺诈以及伪造文书 向他们提出起诉 律师介绍 在纽约 如果调查人员查到欺诈嫌疑人 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是交给检察官成为刑事案件 另一种以民事处理 在办公室约谈涉嫌欺诈的嫌疑人 希望他们把钱全部退还 在华人当中 虽然存在医疗福利欺诈现象 但是更多的人是贪图小便宜 或是出于好心 将自己的医疗福利 转给他人使用而犯法 华人中虽然存在恶意欺诈行为 但更多的是 由于大家不了解白卡的相关法规 也不咨询专业人士 只听信周围的人的话 华人圈盛行听朋友的话 一知半解又带着一些贪念之心 而踩入欺诈的雷区 比如政府规定白卡不能转借给别人使用 但是有人出于好心 借给没有身份或者没有保险的亲戚朋友使用 另外在申请医疗设备 比如医用的床寄到的时候 受益人已经去世了 但是家人并没有把这个医用床再退回去 这种行为就属于欺诈 还有的人贪图小便宜 要求医生开钙片 止疼膏等药品 或者将燕血糖的医疗器具 带给大陆的父母或者朋友 甚至还有人拿来卖钱 这些都属于白卡的欺诈行为 还有一些华人 没有及时更新资料而产生欺诈行为 当申请人获得白卡批准通知书的时候 政府寄给的信中 有一封是变更通知的表格 法律要求申请人的地址 家庭人数 收入 资产等 有任何改变都要及时申报 但是很多华人不了解这一点 一些人被查出了收入提高了 但是没有申报 他们认为自己在报税的时候 已经体现了收入增加 并没有隐瞒政府 为什么也会被列入白卡欺诈呢 这是因为税务局和人力资源管理局 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他们之间的资料并没有共享 因此如果白卡收益人的收入有了变化 自己需要及时的向人力资源管理局申报 还有一种情况 时有发生 纽约市有很多白卡收益人 从纽约搬到长岛之后 以为都属于纽约州 因此没有寄出地址变更的通知 但是呢 长岛不属于纽约市 因此长岛的医保政策与纽约市呢不同 如果你搬到长岛 就不能再享受纽约市的福利 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告诉政府 也属于欺诈 那什么样的受益人最容易被怀疑白卡欺诈行为呢 政府的执法机构一般从判断你是否有欺诈意图入手 什么叫做欺诈意图呢 比如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 申请人填写月收入400美元 如果调查人员查到你月收入超过了400美元 那他就可以认定你在填写申请表的时候呢 存在欺诈的意图 虽然目前呢申请白卡还不需要你提供收入证明 但是还是希望申请者能够如实的填写 纽约市人力资源管理局所属的房欺诈小组呢 是做了充分的调查 在收集到确凿的证据之后 才会将案子转到检察官处 或者通知受益人到办公室约谈 因此如果遇到被通知到办公室面谈呀 当事人千万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 否认或者抵赖 最好的方法就是老实承认 退还所欺诈的钱 不要让案件从政府调查机构 转到地方检察官处 变称刑事案件 有一个华人从法拉盛搬到了长岛大径 这个人在皇后区和长岛大径呢 同时拥有房产 但是呢还享受着白卡福利 在收到调查的信件之后呢 律师陪着当事人到房欺诈小组的办公室 调查人员向他们展示的是两年前当事人刚买下大径房子时的照片 以及两年后该房子的照片 两张照片呢一对比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当事人非常有钱 把大径的房子装修一新 那欺骗政府的事实确凿 两年前呢政府就已经注意上他了 当事人无话可说 只有退款 还有一个案例 当事人呢是住在皇后区备赛 享受着白卡福利 在约谈的时候 调查人员向当事人出示了他住在备赛 价值200万美金房子的证据 以及他家中拥有三部奔驰汽车的照片 当事人当场就傻了 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政府盯上的 律师指出 如果收到调查人员来信呢 最好聘请律师处理 由律师和调查人员联系 因为律师可以从调查人员口气中的 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是民事起诉还是刑事起诉 华人家庭多数为家庭欺诈 通常是3到5万美金 如果是民事范围 律师还可以代表当事人去谈判 如何还款 白卡欺诈的后果其实非常严重 当事人不仅要退款 还将面临刑事或者民事的诉讼 如果当事人的移民身份没有解决 还会影响移民身份的转变 律师表示 他手上有个案子就是这个情况 一位母亲面临转换绿卡 但是被政府查出了白卡欺诈 被检察官刑事控罪 有这样一个刑事案底 一定会堵死转绿卡的路 所以真心建议有经济条件的朋友 还是不要滥用白卡福利 欢迎大家点赞 拜拜